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177松一边还有就是说 拿到那种旗学或是那些书 是不是我们对我要做的时候都需要做 然后我们支持在拿到那个书 就可以进行这个课 177松一边所讲的这些经论是不是 对对对 这种这种价格 实际上有实际上的团队 看把洒陳任长一个家人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两..." 人家人数 mitä山和他的wegen 不能承设的 那他的父纪兄弟 就是记得有福一种 直 cooked 这些优秀的 嗯 但是说 啊 龙头要过来 因为他就 别着头上的脑子要过来 这脑 因为我们的 别着要过当了 龙头要过来 然后这些就过来用 是 然后他就 给人家 别着就行的就跟着 别着就去 我都去他 就不要过来 那么就讲呢 在这边所提到的这些个经论呢 当然如果能够 领受到这个口传 然后就去阅读呢 这是当然是更好的 那没有的话呢 你单只是获得了 这些个新闻书籍呢 那么你就这样的去读 去学习 那当然更好的是 如果能够从这个 具得的三知识 就是说对这些经论的意理呢 非常通达的这个三知识呢 那么去领受这些 经论的意理的解说等等的 那么跟着去读宋修学的话 还是更好的 今天揉了 揉了取识是叫什么的 揉了揉 揉 揉揉 揉了取识 揉额 拿来 支隆 这問題 谢谢 谢谢 一般来讲呢 在法的学习上面呢 我们不要有那种满足的心 够了我学这样子够了 不要有这种自足的心 对于呢 世间的财务受用上面呢 你要有自足的心 但是呢 佛法的修学上面呢 你不要有自足的心 要怎么做 您说家里的老师呢 他也家里的老师 不要我这样 這個食物都不會拿 要求學教 這是什麼重要的 例如中午 中餐 無論你得到了什麼樣的食物 好吃的 不好吃的 但是你得到了這個食物 內心裡面就有一種很滿足的 說 今天中餐已經有著落了 很歡喜 不管這個中餐它是很好的 或者很不好的這個食物 但是有這個知足的心 這些問題呢 內心裡面會無比的歡喜 很多人都會看到 我 就回家去了 但以後 打電話去下鐵仔 我亂不打算 我家說從什麼都會打算 怎麼看 就睡著 但是 還要打算 為何容易 都會做錯事實際上 反過來說呢 如果今天中午呢吃這一餐飯 然後這邊說 怎麼這個食物那麼難吃啊 給那麼一點點的東西 在這上面呢 內心裡面呢 就不斷地這樣子 这样子反复的陷入在那种痛苦的那样的烦恼意念当中 那就是痛苦啊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具有那种知足的心 能够得到这场的食物真棒啊 具有这样的知足的心的话 你的内心它就是生起那种很欢喜的 这样就先把促试讲的用力了 但是呢对于菩提心呢 如果你修这个知足的话呢 让你作为措施了很多的利益一讲 哦 讲究生就促试之处嘛 上迹就不够了 所以呢对于菩提心呢 你不要生起自主的心 一直到你究竟证物菩提之间呢 都不要自主 哦 听得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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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 他别人都打算了 别人跟这些心里 就那些 写这个大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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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ti 这是钱员耻的 李沂的 例如图巴斯 你曾呢对于 菩提心的 这些 слож 教理 任何的一些经论 教授这些意义呢 我们呢就是以一种 不满足的心呢 那么我们 时时地 不断地去阅读 去学习 藉着这个样子对于菩提心的意灵 越来越深刻的体会 内心里面生起更加的欢喜的信念 要如实的去修持去行持这个菩提心 经由这样子 渐渐的你就会成为一个智者 对于菩提心修行的意灵 非常生气了致的智者 甚至成为一个真实的成就者 这种第三个人就 去了修飞是一个人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就是因为在佛法的修学上 都具有知足的心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 真正的那种智者 还有成就者都非常的少 那么过去的那个时代 这些行者在法上的学习 都是非常的勇猛 而且不知足的努力的去做学习 所以智者跟成就者 非常的多 反过来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是对于外在的这些钱财 财物呢 这不自足的 有了百万千万 还要有更多的百千万 Millennial、Billennial、Kazinia 主要的经过都要嘛 主要的经过都要嘛 事实上呢 无论你拥有百万、千万呢 最多你还是只有一张嘴 还是有一个肚子而已啊 你能够吃多少的 你吃不吃三个拿起来 而且呢 你真的吃了太多的话呢 还会导致疾病 我都吃了 然后我就说 吃了 然后我就 初学学生的美食 初学学学生的美食 所以我就是羡慕了 因此呢 在这些个对境当中 哪些呢 是需要有知足的心 哪些是需要 不需要这个知足的 这些个情境分辨呢 我们自己真的要善加的了知 你能够吃了 被窗戏吃了 他也会想起来嘛 能不能见 开文笑讲说 他呢 就是因为对这些法呢 都知足了 所以他了解的就会多 所以他就丧失了很多的利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但他在这些认识 有没有痛的 并且在这些认识 把这些认识的 他们讲呢 因为呢 他看到了自己的过失 希望他向大家来发露 希望他对大家能够有利益 希望他对大家能够有利益 如果呢 真的对大家有利益的话呢 那就很好了 谢谢 谢谢 对 对 我说 这样社会增长 请一个问题要问一下 谢谢 就是那个我想问那个 两百四十八颂 他那个不是说那个服徒心 如果你何必会过吗 那那个 刚刚有讲说的问题说 我说生气的时候 你讲说你不在乎吗 他说他很过分 我也不想帮他的 这样算不算是我舍弃的服徒心 他到什么程度 那他的过我的次数 次数 不用去想他的程度 你就赶快唱鬼 然后再一次生气的迷信就好 你要讲说你的 如果你发现了 我现在说生气的话说完了 然后我有点 我怎么会说这样子的话 可能我不是很真心的 但是我说这样的话 我去忏悔 那这样算不算是 在他这个里面 做次数你就重复重复重复 多了以后 你会延迟你的 你的那个 成就的那个作为吗 我不是在问这个意思 这一天 你这十足是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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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尴不要你这十足是贱 你这十足是贱 你这十足是贱 你以挨一些 從它心裡 최대白度 將剛好 現在 searching 才到 令人 都在 從它 從它 Precis 通隨 通 去 去 對 去 到来工作 愿无从天有一个限量 中芮吧 中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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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三 中芮 之后 要好 鞣 正 下 大概是 然后,你扶着等着,然后就拍了什么,什么, 就是空的啥。 当时,他就认识了,他就听了,但是你听了,有什么。 就有关了。 这就是从吞进了,到处前的游泳上。 这游泳上的游泳是很大东西的。 现在像小巴奇,这样呢? 在小巴奇,两家年之后呢。 那是我的东西学习家和读学习家。 哦,对,东西不高的。 但是想法一下 你仰教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谢谢 我们就讲呢 刚刚那个例子来说 事实上是有 堕泛菩提心的危险 但是呢 有时候因为我们 那种情绪很强烈的缘故呢 刹那之间你可能 生气之下呢 然后你就说 我永远不再帮助你了 我永远不要去 理你的事情这样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你在四个小时里面 也说在一座法 一般我们一天分成六座 在一座法之间 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 你自己呢 觉察到 我刚刚怎么起了 这样的一个恶念 这个是根本堕泛菩提心的 我不应该起这个意念 然后马上升起忏悔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不会有这个堕泛 但是呢 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之后呢 你还不知道忏悔的话 那么他就堕 这个菩提心呢 就有那个堕患 堕患之后呢 一样呢 你要再一次的忏悔之后 再一次的去受持 身体 内心里面 身体坚定的菩提心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堕患的 那个栏购在上面 那个栏购在上面 所以他刚刚讲的就是时间上面的问题 所以他刚刚讲的就是时间上面的问题 刚刚有讲说如果次数多的话 在就是在讲课的时候 有说如果次数多的话 就会延迟我们就是 你只要有朗购的话 只要有人有堕患 他就会 他就变成说你刚升起 然后马上又消退了 然后你又要再升起 那自然你在修行的那个道上的那个速度 他本身就会延缓了 可是刚刚是有特别提出来 如果重复的次数多的话会这样子 但是没有说 OK 那么这啦 这些人家的试句有吧 这三头巴拉有令头 三头巴拉有令头 这些东西是参加的参加 参加的参加 参加的参加 三头巴拉有令头 有东西! 有东西很快 这是什么?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不是? 这么说 他们也对一般 在沙坡上的连洞 我们就不争那社区 都是贯赚的产帷 也是贯赚的 就是 他从来是贯赚的 他们就贯赚的 但是 那尾巴拉 就是贯赚的 贯赚的 加贯赚的 第一次你必须在高雄なんです 你必须要itung Border 也能是這樣 我們舉一個比喻 譬如說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譬如說我要去高雄 開車在路上走走停停的 今天到這個地方停一下 停個一天 想不行我要去高雄 趕快再往高雄開 那個舵飯就像這個樣子 你走一半然後就停一下 停在那邊要停多久不知道 然後最後還想到再繼續再往前 再走一段路 你這個時間自然它就會延遲了 那如果你的心是很精進的 沒有任何這樣的阻礙的話 就是一心精進的就 一路就往高雄一直開去 那你可能 你不需要有什麼樣的耽擱 很快就能夠到達高雄 所以那個舵的障礙就類似這個樣子 對,學會風嗎? 要請問一下 你說我本來會重幫助我們的 dobry Тыявığı Carroll 對不起,我沒聽 因爲我本來只能不會重幫助我們的 然後人後來他讓我很失望 就決定你不用他開口還是幫助他 像是你有沒有零食嗎? 你還好 你不明白 凯 大家 我们训练 我们训练了 训练 训练 我们在空间 我们训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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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训练 我们训练了 你要吃飯就沒有了 一定要吃飯就很消失 然後就吃飯就吃飯 吃飯就吃飯就吃飯就吃飯了 吃飯就吃飯都吃飯了 真是 我們要吃飯就吃飯了 你們要吃飯就吃飯了 因為我們買的飯就吃飯 然後我們不買的東西 不買的 我們會說吃飯就吃飯 所以事实的一些程度正在重复 所以信心地与有一个国家 kalau要使用这个国家 也不够进去 8号她就不够的 1号她就不够的 一号她就不够了 以这个例子来讲呢 就是说如果你对他没有产生那种 称怒的恶念的话 因为我一直这样的帮助你 如果你现在这样的让我很讨厌我很生气 你没有起这种称怒的恶念的话 那是很好的 那么你内心里面还会有这样一个信念说 只要你要我帮忙 什么时候你想需要我帮忙 我就愿意来帮助你 那么这个信念是很好的 我会说这些信念是 只要你家说 你家说法子的意义 不像是不讨论的 不讨论的意义 不讨论的意义 那是不讨论的意义 所以说 那我们说法子的 这个信念是 不是说法子的意义 那我们在说法子的意义 又不讨论的意义 在如菩萨行论里面有个祭送也这么讲到 他講我們以這種善行去對待人家 但是對方卻以這種惡念來回報我們 在這個時候內心裡面不要生起任何忍辱的意念 要以更強烈的這種慈悲意心去善待對方 那麼能夠這樣子就世間而言 能夠以這樣子以德 然後去對待別人的這種傷害的 這個就是一個菩薩 一個聖哲的悉意 因為剛才這個問題來的有想到 就是說你發現好像每個聖誓都還多個小小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在佛子群裡面有說一點迷惡的意念 那麼當這個人或者是一些平常都會有的 會碰到你 不管他是什麼親同好友或是同修 那如果他會讓你起煩惱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他閨越在惡也很遠離他 這樣子會做嗎 佛子群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們就在跟人家相處的時候盡快去判斷說這個人是不是屬於惡有或益有 那如果是惡有不是善知識的話 我們在逆真上面的能力上其實是很有限的 不然他有限的成果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他當作惡有 對 但是遠離惡有跟這邊的那個根本捨棄必差的信念是不一樣的 遠離惡有跟根本的捨棄菩提心 你不去利益這個人這個信念是不一樣的 因為通常那個惡有都是被別人的要求比較多的 他會希望你這樣 希望你那樣 所以你現在要問的是說 那個佛子群三十七宋裡面的那個遠離惡有 跟這邊的菩薩的惡患 捨棄眾生的惡患之間有沒有相衝突嗎 還是什麼 OK 有沒有這樣 咦 六中斷斷嗎 哦 六中斷斷嗎 六中斷斷嗎 兩七間幾月了 你八三來的銀柱 獨不願霸 一陣子到國際上 我 committees要創叢 一陣子到國際上 こ那時候來佛子羊 都檄現在也在拒絕 是嗎 Okay 你 включ了 餐殖斷 看起來 一陣子都檢查個 看起來 對 你很明顯 真的 對 你會吃 女生 對 沒有 如何? 爹边回水管上 一天了,在厨房内的口味上 说好了,他们来问 这是什么? 他们让他们回答 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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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学习 证义 我政府在牠們都拿來 但是他們不可以拿來 牠們被牠們拿來 牠們都把牠們拿來 那牠們有馬上牠們 牠們也能把牠們拿去 牠們拿來 牠們可以把牠們拿來 牠們夠了 牠們又說 牠們就用牠們了 可是我會 像是用了牠們的 牠們還會 這麼多擁有役 那麽多人 媽媽的事都做不得了 偏頭麻糬 可怕 怕幫忙死亡了 可怕他養死亡了 那麽假如是 頂部差數 那麽可能偏頭不修 所以那麽不能變回來了 那麽在佛子行裏面的這一個祭頌呢 大概講的是 對於修學者 初修學者的次第而言 當你菩提心 還沒有達到穩固的時候 那麽前面一直講的 菩提心要穩固如同虛擬三網一樣 如果你的菩提心非常穩固的話 那麽你跟這些所謂的惡友 具有邪見 行為不好的這些人相處 慢慢的這些人 他都會成為善友 他會改變他們的行為等等的 是因爲你的菩提心很堅固 所以你會去轉變他們 那麽過去也有這樣的一個例子 他講的有一個深仲在修行 那一開始他是不飲酒的 因為經典裡面一直講 酒是重惡的根源 所以他是不飲酒的 自己首先很注意 但是他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平常就一直都有著喝酒的習慣 那這個深仲也會跟他朋友講 不要喝酒 喝酒是一切重罪的根源等等的 那這個朋友也是不聽這樣 他還是喝他的 喝喝喝喝 後來慢慢兩個人相處久了 因為他自己本身修行也不五顧的有故 他也跟著他就喝起酒來 因為喝他又覺得這個酒還不錯耶 喝了酒以後各種的這種 然後變成酒是所有一切的那種功德 或者是一切那種特殊財 那種財源的能力的這種 升起的根源 所以後來他自己反而就破了這個界 他就變成喝酒了 所以這個例子在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自己修行不五顧的時候 那麼對於這些會影響到你干擾你修行的 導致你信心喪失的這些個 所謂的惡友呢 能夠遠離我們盡量的遠離 但是這個遠離呢 並不是說你內心裡面究竟的捨棄了他 我以後永遠不利益你不度化你 而是我現在沒有這個能力 能夠來轉變來度化你 在以後呢我菩提心堅固的時候 那我一定要找機會一定要來度化你 所以呢這個跟十七菩提心是不相干的一樣 可以嗎 對不起喔 耳朵聽得很辛苦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甚至可以 是不是叫我 theor管 我感到對方 這種想法 講法 我們要和豪改 所以在路菩萨行论里面有一个祭宋 他讲有情众生的各种的信念 连佛都无法能够一一的圆满的 叫我像有些有情众生看到佛 内心里面乃是身体很讨厌不欢喜的 那么对我这样一个世间的反复而言 那么更何须言 因此舍弃这些世间的意念 我就是对这些我目前没办法处理的 我就是暂时把它放在一边 请问一下菩提心界跟菩萨界的手法是一样的吗 菩提心界跟菩萨界 这当地董伯是什么 讲出圣去董伯当讲出圣去董伯 我当地董伯当讲出圣的今年吧 长杉娃 vine到要老子 长杉娃 vine到那儿 几uel det岖了 长杉娃 vine到 ata长杉娃来 弘 Process from Angela 长杉娃本是一样的 长杉娃是我觉得 长杉娃 total 长杉娃将来 长杉娃好 长杉娃过 我们也讲事实上菩提心界跟菩萨界是相同的 因为具有了菩提心的缘故所以才称之为菩萨 一个菩萨是因为他受持了这个菩提心界 所以他才称之为菩萨 所以那个菩萨的戒律跟菩提心的戒律它是同一个的 那么大概就这样子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好吗 如果还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在下个礼拜在见面的时候再提出来问 哦呀 我说科兹给妈南先生见的 科兹南先生见的 我在这里长久生的 那一样的就像昨天晚上能不能提醒我们的一样 在这个最后呢 那我们内心里面应该要这样的去发起这样的思维的信念 要想着呢 在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呢 我们呢依着昆怒勒勒木切所写的这个菩提心的教法 那么从勒木切所呢 听闻领受的这个教法当中的一些的一些教授 那么实在是我们自身呢实在是非常有福报的 才能够得到这些的教授 所以呢 从现在起自己要尽力的在内心里面呢 让这些的教法呢能够如实的展开自己呢 能够真正的发起这个菩提心 然后呢就这样在呼吸的时候 我们就观想到吸气的时候呢 那么所有一切诸佛菩萨 心里面所具有的这个 这个慈悲菩提心的这些个价值呢 那么以气息的方式 全部的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 跟我们的身心完全的融合 我们领受到无比的价值 然后呢呼吸的时候呢就想着 所有修持菩提心上的一切的障碍 这些烦恼障 业障等等呢 跟着气息完全的浅出 那么就这样子我们做三次的观修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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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iben 好吗 好吗 好方 fan 好吗 好か 好吗 这个想法 久土浊气就称为久劫佛风 知道怎么样的去久土浊气的修持吗 不知道的举手 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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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实上 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是好像僧众们 他们在这方面都是 常常都会学这个 所谓的酒土酌气 就是把身体的污脊的气息 透过酒赤呼气的方式把它进去 我常常要来 我们的保障 就是在清晨一早起来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做这个吐槽祭的修持 这是非常适当的 那应该有些人知道吧 首先呢 两只手呢 你的大拇指握在这个叫无名指的根源这个地方 握住 握住以后呢 然后手呢 就这样子握起来 就像人物切的手印 这个就叫做金刚拳翼 然后就把你的身体坐直 然后两只手呢 就这样子 向人物切这样子伸直 然后手呢 就这样子交叉转一次 就是右手呢 放在你的左手下方 对 如沫 就在这个右手呢 就放在左手的手肘的下方 你的右手呢 就放在左手的手肘的下方 哦 都是 然后就呢 左手呢 就这样子握起来 然后就呢 按住你的右边的鼻孔 然后就呢 按住你的右边的鼻孔 然后呢 从另外的手边的鼻孔呢 把气息吞出去 哦 轮的天就干了 三个大拇指神把天就吐自己去揭露 然后呢 把气息吞出去 然后就吸气的时候呢 就观想着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 这个慈悲加持的这个气息呢 从鼻孔中吸入 充满我们自己的全身 对 轮的手肘 然后就呢 就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就呢 吸完气以后 手稍微放开 这个时候就持气 就是气息呢 持在自己的身体当中 啊 多少钱呢 就是鼻孔子 多少钱 然后就是鼻孔子 再这样子 捞一圈 嗯 然后有 腰的嘎 捞一圈以后呢 再回到 啊 轮的 那是 六鼻孔 那我一夜晚呢 你怕 啊 轮不 手稍微放开 轮了 轮了 那我用怕的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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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这时候呢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你的手呢 是按住这个 这个 左鼻孔 对 因为刚刚是左鼻孔吸气 然后接下来 这个时候你按住左鼻孔 然后从右边的鼻孔 然后从右边的鼻孔 然后把气息拂出去 一弄就松掉了吧 因为这个时候你身体是磁漆的 哦 多谢 那 那炸了 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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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的气息呢 是很猛的 而且呢 很长的 这样把气息拂出去 好 后来呢 不要紧韱了 那么自己拂出去 住 security 行啊 嘎 那会再转一次 再 elevated 摩住右边的鼻孔 画上来一个 由面的靠 然后从你的左鼻孔的击 when 这样做一个确 然后再转一圈 按住左鼻孔 第二次的呼吸呢是猛 但是呢气息很短 再一次 这时候呢第三次的呼吸呢 吐气呢它是一种很和缓的 而且呢很长的气息很长的这样把气息 吐气 那六八十五二十五一 这时候呢两只手呢再回过来生死 什么啊? 这时候呢? 对啊 这时候放右手 左手放右手 这时候呢开始就放右鼻孔吸气 右边的鼻孔吸气 然后左鼻孔 对啊 对啊 按住右鼻孔然后从左鼻孔 对啊 对啊 那干嘛哪些? 一样的第一次呢? 气息是梦又长 那都是的 那都是的吧? 那都是的吧? 是的 对啊 refresh 准备死 为什么吗? 欸臭acy呢? 左边哭三次右边哭三次 得我要同时 空非常少 было准备不再均 freshmen 这时候他放在他的膝盖上 他唯一看 求求三家的讲究身把他讲究身 他唯一出 天 佛巴桑 看 这时候从两个鼻孔 同时吸气 观想了一些诸佛菩萨的 这个菩提心的这些个加持 吸入到全身当中 充满我们的全身 然后再讲 这时候你就观想这个气息呢 加持的气息充满全身的时候 就观想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这些 修行中的遮障 包括烦恼障 业障 乃至呢 所有一切的恶 恶业等等呢 在这等下完全的都清净 好像水洗净一样 然后两个鼻孔童有呼气 大了 认我 第一次呢就是气息猛而长 他在那年月下来 我一样 老一样 上海的讲究身把他们这个 讲究身 然后接着第二次呢 接着第二次呢再一次的呼吸 再吸气 吸气的时候呢 再一次的观想 所有一些诸佛菩萨的这个 慈悲加持的气息呢 那么吸入到身体当中 我们呢 自身所有的一切的恶业 所有一切的烦恼障 贪嗔痴 慢疑等等的 一切这些修行上的 这些对障呢 完全的清净 第二次呢是梦而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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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而断 那边是梦而断 那边是梦而断 这边是梦而断 这边是梦而断 那么第三次的时候呢 你就观想 吸气的时候 所有一些诸佛菩萨呢 他们的这个 圣意菩提心的这个加持 那么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 充满我们的全身 同时呢将我们所具有的 非常维系的所智障呢 也完全的净除 同时呢 这时候呢 我们所具有的 那个聚身我职的这个无明呢 也完全的清净 这时候第三次呼气呢 是很柔和的 而且呢 很长的这样的呼出 然后呢 然后呢 就这样的呼气完之后 当下呢 关照着我们的心呢 就非常的宽广浩瀚的 如同虚空一般 毫无自爱的 我都十年之间的 小朋友妈做 我的 这样子 全年之间的 满心了 那全都很夸的了 我都当不压 那人就在教人 这样的九土灼气的修持 在每一天早上 当你起床的时候 无论你早上有没有修持 你做法座 你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 那你就先做这一个修持 或者今天你开始修持这个法座 一开始就先做九土灼气的修持 没问题了 这就怎么样 到我去接送上我的道路前 那我这个时候呢 内心里面就开始这样的观想着 在这当下呢 我的内心里面呢 发起了这个菩提心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内心里面就这样观照着 所有一切法 都如同是梦一样 都如同是这个虚幻的 在这当下呢 也包括了四处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 好 拉手 大摩瓦 松胸 好 这位呢 请坐回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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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